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预计释放资金与人民币300亿 最直白的政策利好就是经济日报上周四的文章 那么民众有钱才能消费才敢消费 号召设法提高民众财产收入 但是总体来说目前还面临着几个问题 那么首先就是今年活着的科技 在网络时代高速发展的近些年 我们事实上已经跟上了节奏 那么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互联网等等产业链 也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便利 相应的也提供了相应的经济支持 今年AI爆火大家都在争抢这个赛道 百度等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AI产品 虽然比起现在世界一流的XGBT还有些差距 但是雏形已经出现了 不过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产生了不少的波动 那么为了防止儿童对网络上瘾 并培养青少年的高尚道德和社会主义价值观 中国的网络监管部门于周三提议 18岁以下的儿童每天使用手机时间不应超过两小时 然而网信办指出 服务提供商应当具以家长权利 选择是否对其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间限制 但是市场的反应就很激烈 很多科技股顺势下跌 比如说视频网站bilibili 股价下挫6.98% 短视频app快手下滑3.53% 虽然有些分析表示 这一系列的建议背后 原因是对中国年轻人日益严重的近视 和网络依赖问题的关注 希望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这个出发点良好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容易给人们造成对未来科技发展受阻的担忧 其次就是近期的医疗反腐 医疗界风声鹤唳 但是这个事情最终也在资本市场上开始体现 尽管医疗板块在中国股市中一直表现文件 但近期的走势显得略显低迷 到8月8号收盘时 中国四大股指均乘下跌态时 其中医药板块有75%的股票下滑 那么短期来看 医药板块投资终将受到不小的影响 然后就是房地产市场 在昨天开发商 币格源控股国司的股票和债券暴跌 原因就是票据持有人表示 他们尚未收到周一到期的有效票据付款 这一进一步加剧了受危机困扰的房地产市场的行业情绪 那么B格源的流动性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 其拥有大量的项目 任何违约都将严重影响整体房地产市场情绪 并打击其他开发商 不过在近期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开始提振这个市场 最后是贸易 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未经调查的数据表明 那么今年6个月来自中国的商品价格为 20300亿美元 比2022年同期减少25% 同比来看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国 很大意义上来说 目前大家的需求下降 首先是国内的需求下降 受中国需求下降的影响 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韩国 日本 台湾 南非和加拿大 这些地区的下降幅度 精为两位数 这表明了对电子产品和矿野的需求减弱 那么来自美国的进口也下降了11.2% 而来自欧盟的进口则下降了3% 国际市场也是一样 由于海味需求的放缓 出口也在减少 这使得在疫情期间 2021年和2022年达到的出口记录水平很难达到 从数据可以看出来 贸易在短期也很难看到成效 那么总结来说 从数据上 整体经济复苏并不算良好 教育科技等等有被打压的风险 那么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大家的信心 特别是需要一些好的政策的影响 进行强行拉升股市 包括一系列行政干预 这个周期呢 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目前这个状况下看来 可以多加关注 提前布局 不要错够商车的机会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